原知包括媒體上面有有媒體在討論這個時候 用的是講說 那賴政府的起手勢要對幹 或是或用圍繞夜秀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些邏輯 其實坦白說王志安確實是講話是不對啦 因為他其實是身上者嘛 這應該是要譴責啦 但大家會認為說這個比例好像 是不是這幾天全部都在罵這個賀榮夜秀 王志安 那到底要罵到什麼時候為止 感覺上好像這個脫口秀節目 跟這一位王志安先生其實大家本來不認識他 受到關注好像超過我們社會應該關注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人認為說 那是不是賴政府是不是因為用藉由這個方式去 去攻擊 不要畫錯重點 去攻擊那些 不要畫錯重點 就是攻擊那些就是本來不支持他的人 因為賀榮夜秀那些都磕粉 這鄭運鵬講的啦 鄭運鵬被問到說要不要邀請賴清德上節目的時候 他說可以啊因為都是磕粉 因為觀眾都不是他的人嘛 那所以大家才會想說 對你可以批評他OK的 但是是不是也要試圖去跟他們對話 包括我覺得 可是他們批評了 其實他們笑政治人物或笑民進黨這些 就一天到晚我相信他對各個政治人物對我這樣 但笑了很多執政黨 所有的在野你說去 包括媒體你說去嘲笑執政黨 或是批評執政黨都正常 所以選舉活動可以嘲笑的 對對對所以過程也沒有 第一個你看像王毅川就跑去罵鄭運鵬 鄭運鵬其實他只是說 同一天錄節目 他並不知道王志安講的什麼 對王毅川跑去罵鄭運鵬 然後現在很多綠的粉專 就是說要把贊助商列出來 然後要求贊助商去撤廣告 然後後來發現說 台灣基進跟時代力量都是贊助商 所以時代力量跟台灣基進就開始攻擊這個 東融夜秀這個節目 那當然大家會說就是因為他欺負 那如果身上者大家不能接受這我認同 可是民進黨以前有這麼重視身上者 韓國瑜 那時候韓國瑜在選總統的時候 一堆綠的側翼罵韓國瑜 的支持者叫喜寒兒 那你覺得講喜寒兒沒有 影射喜寒兒的意思嗎 我沒有看到 任何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出來 批評喜寒兒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像比如說像吳思懷 他之前曾經坐輪椅 坐輪椅的時候 被綠的那個側翼酸到爆炸 就說把他的坐輪椅照片拍出來 然後說人家都在前面擠著搖滾區 只有你在看台區 然後好像他坐輪 賣口香糖 賣口香糖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民進黨出來罵 所以這個就是會讓認為說是選擇性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我是呼籲民進黨 當然有人這樣子評論 你這個舉例法是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你那時候有批評喜寒兒嗎 你有批評喜寒兒嗎 2012年 楊玉欣是國民黨的部份區立委 民進黨提的應該是王龍章 兩個都身心不方便的朋友 那個說楊玉欣獲得的支持度還更高一點 然後楊玉欣 楊玉欣那個時候我記得他還曾去幫 徐耀昌輔選過 有沒有人敢敢用這一點 說徐耀昌選苗義憲政黨 靠這個就是王志在他們的觀點 用這樣去博取同情 沒有人敢碰這條線 而且那時候最感人的畫面是你們現在的精神 女秀馬英九 在台上蹲下來跟他講話 好 但是你今天你今天像賴清德是未來總統 蔡英文是總統 馬英九曾經是我們總統 就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被嘲諷 我們通常不會說節目不對 對啊 嘲諷的高級與低級個人好惡 可是為什麼講話錯重點 你知道嗎 就是在於他那個模仿 王志在那個全部看完 其他部分其實我們有太多意見 可是他在模仿 模仿陳俊漢律師的那一幕的時候 那個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東豪如果你是主持人 後製的時候就修掉啦 因為他的節目是可以後製的 因為趙宏康當然他有講說 那個主持人他也沒有辦法控制來賓的一些言論 如果你是直播你可以有很多 可能可以講說是 一下子不能不能那個 可是 可是 你一定要有那個知覺 因為他是可以後製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節目後來 不該 不該丟上去 因為他們沒有知覺到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甚至他把它當成是一個賣點 他把那一段當成賣點 那 事情本來 製作人道歉完應該就告一個段落 結果 編劇跑出來 嗯 那編劇認為民進黨在用政治 政治重點在圍殺他嘛 可是 關鍵不是善情 我們的選舉模式投票率比人家高 最後三個政黨你看都是情緒動員 好你要批評情緒動員 那個情緒動員善情 這個我也不會有意見 可是當你舉到陳俊翰那個例子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極不恰當的例子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是 王志安在節目上他講 因為對岸是叫做殘疾人 他說呢 把殘疾人推上去善情 結果那個編劇老K也說善情 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王志安 跟老K都在講說 把陳俊翰推到台上去 在那個演講是善情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兩個觀念是一樣的 這讓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個東西已經沒有什麼藍綠了 反正選舉都選完了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當然 葉元智翰這樣說 民進黨在操作 有什麼好操作 這個東西也不影響 立法院院長選舉 這個總統大選就選完了 只是說國民黨 這個事情的態度 因為這個是普世價值 這個碰觸到台灣人的底線 不管是性別 不管是什麼族群或者說這種伸張 都是非常不能夠挑戰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國民黨如果態度還在講說 你們以前對什麼什麼 講了一些別的事情 我覺得對國民黨是扣分的 就像說韓國瑜的事情 韓國瑜如果真的 當選立法院院長去對岸 我覺得對國民黨未來下次的總統大選 也是不利 但是國民黨今天變成說 大家都只是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 沒有想到整個黨的未來發展 所以讓這件事情我覺得國民黨應該第一個跳出來譴責 王智安 而不是用一種其他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事情 王智安的事情 不是只有台灣在生氣 連對岸中國 那邊的網友也暴怒 就覺得說你會讓整個事情整個無限的開花 那我有幾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賀博這邊 賀龍那邊 他們一直不道歉 我們那個PTT的創辦人 創事主他說了 不管是怎樣的聲量正面負面 都是真金白銀啊 所以我們完全理解為什麼他們製作團位 不道歉反正繼續罵 大家有討論有流量 我就爽我就開心 我就有獻金 那至於我認為說 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 剛剛那樣的說法 其實會 碰觸到很多人很傷心的事情 我們長照一直在做 身心障礙 等等都一直在走 這件事情我再重申一次 他無關藍綠了 無關政治了 而是我自己個人啦 我擔心家庭長大 我其實是我一個小兒 我自己也是被身心障礙的哥哥帶大的 其實大家講每次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甚至牽扯到政治的時候 我就問一個 一句話 真心的道歉說我錯了 不好意思 有錯嗎 那我也看到另外一篇 大家記得 那個祝哥亮 或是常常在學Agera 拿著椅子在那邊走走走走 大家網路上面也變得很多的討論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不會去狂幹Agera 或是將近他們還有統計 兩百多個藝人 那種模仿過他 因為Agera知道這些人是他的朋友 那他們這是有共識的 但是你王治安 你完全不認識他 你就是戴著一個勇色的眼鏡 所以才會被很多不同的支持者 所以也不見得是我們的側翼 就覺得說你是帶著有政黨的意識 在進行這些任務 那現在才會這樣無限的解讀 來袁氏卓 沒有回答 我們沒有說他對啊 我沒有對啊 我昨天也是譴責他 譴責他說 而且他是 他這種地獄梗還影射到個人 也否定了陳俊安律師的努力 這個我昨天都譴責過 然後我講的是說 為什麼你們對賀榮夜夜市 就是譴責那麼大力 那之前有出現歧視的狀況 就禁聲 所以才會被人家質疑說 是不是選擇性的正義 就跟黃國昌一樣 今天如果說黃國昌今天批評的 假如這個是國民黨的人 或民進黨的節目 比較偏藍或偏綠的節目 遇到這種歧視性的言語 黃國昌怎麼說 看一譜啦 一定是這樣嘛 結果因為賀榮夜夜秀的支持者 課分比較多 他就講說 我不幫評論 這笑死人了 黃國昌以前是 評論是從外太空評論到行天空 什麼都給評論 對啊這個就是選擇性的正義嘛 我剛才 剛才是回答就是說 我覺得民黨OK 如果說你花那麼大的力氣 在罵賀榮夜夜秀 這個比較不支持你的節目 那OK以後只要出現任何歧視 我覺得藍綠要一起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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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